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Coding迪森尼 这一节我们看的一道算法题是单向列表的节点的起偶性排序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给定一个单向列表 大家看在我们这个文档中题目的第一个列表 那列表呢,它的排序然是012一直到9 那么现在题目的要求是让我们实现一个算法 使得这个所有处于这个列表下标的位置是偶数的 那么排在前面,大家看原来是0123456789 现在呢变成02468排在前面 然后基数位置的这个列表节点呢排在后半部分 也就是说13579排在后面这一部分 这样的话也就是说把列表节点进行基偶性排序 原来列表的节点如果它的排序是或者说列表节点的下标是偶数的话 把它全部集中在前面排在新对列的前半部分 如果列表原来的节点是基数的话 那么把所有基数的节点集合成一个单独的列表 然后排在新列表的后半部分 那么这个排成这个情况的过程之中呢 要求我们不能够分配新的这个内存空间 也就是说你不能用这个new啊去申请新的空间来实现你的算法 同时呢我们在这个调整过程中呢 不能改变列表内部的这个信息 你只能改变这个列表的next指针指向的这个对象 这样的话在满足这两个条件之下 希望你给出的算法能够尽快的实现这种功能 OK这就是我们这一条的这一次要解决的题目 那么按照我们原来的想法呢 如果我们能够分配新的空间的话 我们完全可以分配新的节点空间 先把原列表中所有这个下标是偶数的节点 比如说是02468先把他们的内容复制到新的链表中 新的节点中形成现在这个前半部对列 然后再把这个基数下标的这个节点的内容 复制到新的节点中形成下半部对列 再把新生成的这些节点给连接起来 这是允许我们在这个申请新的内存空间的条件下的一种做法 但现在我们的约束是不能分配新的空间 所以这么做的话就不能够满足题目的要求 另一种做法就是大家可以便利这个对列 然后把这个 比如说把这个下标是基数的这个节点 比如说135抽出来 然后抽出来形成对列之后 再重新加回去 比如说我把便利一次这个对列 我把节点135然后这个79等等这些节点把它拿出来 判断它是基数的话把它拿出来形成一个新的对列 但现在问题是这样的 这个节点的内容是不一定的 也就是说在节点之中呢 我不一定是包含这个数值 有可能是包含其他不是数字的数值 在这里面这个节点我拿数字来表示 只是为了简单的去表示节点的内容 而实际运用情况中 在节点内部不可能是这个以数字来表示的 如果直接通过这个节点的数字来判断这个节点是处于 这个节点的下标是处于基数还是偶数位的话 是不科学的 因为节点的内容一改变 你就判断不了了 如果通过技术来判断 比如说我先看这个节点是处于零的 那么我就知道这个节点是偶数节点 那么如果当前这个便利到的这个节点 我通过技术发现这个节点 在便利到它的时候 技术是一个基数 那我就认为这个节点是一个这个下标为基数的节点 但是这么做的话 如果我们把这个节点从这个队列中拿掉的时候 那么后面所有的节点的机偶性就变了 比如说我在这里面把这个节点一拿掉的话 那么再往后走的时候 那么这个节点三可能就要变成偶数 下标是偶数的节点了 因为你前面这个对列变了 所以所有后面节点的排序都变了 因此当我们简单的从这个对列中取掉一个节点的时候 有可能会改变原来对列节 节点的这个机偶性 这样的话为我们后面的算法实施带来不小的困难 所以这里面经过我们这些讨论 这道题其实不难 但就是有不少细节需要我们去考虑的地方 OK大家可以先暂停下来 看一看有没有自己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好我们继续往下走 那么如果说我们不能够去更改节点的内容 只能更改这个节点的这个next指针的话 我们应该有什么好的办法来实现这个节点的机偶性盘序呢 我们可以这么做 首先呢拿向一个这个节点指针叫做even hat 指向的这个节点是这个 专门指向这个下标是偶数的节点 用一个ohat这个节点的指向这个下标是一个基数的节点 那么一开始的时候呢 这个even hat肯定是指向下标为零的 也就是对列的头节点 这个ohat呢指向的是第二个节点 也就是这个下标为1的最早的这个基数节点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性质就是 这个ohat的next就是说 这个ohat指针呢 它总是指向这个下标为基数的这个节点 那么既然这样的话 那么下标为基数的节点呢 指向他的next指针指向的下一个节点 肯定是下标为偶数的节点 大家看这个ohat指向的是no1 no1的next节点是这个2 那么这个2肯定就是一个排序下标为偶数的一个节点 那么even hat指向的这个节点是0 它是一个下标为偶数的节点 就是它的节点的下标排序为0 那么它的下一个节点是1 那么排序这个even hat指向的节点的next指针 所指向的节点肯定就是这个基数的节点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可以通过下面这种方法来去改变这个节点的排序 而且只需要更改这个next指针的这个指向就可以实现了 首先呢我们用这个ohat的这个我们用这个even hat的next指针呢 指向这个ohat的next大家看 因为ohat的next肯定是一个偶数节点 所以我们用这个even hat的这个next直接走 指向这个ohat节点的next的这个节点 于是呢上面指 大家看上面这一个指针呢 跨过来跨过来指向了这个ohat的next 然后把这个even hat移到这个 移到了这个新指向的节点 那么我们前面说过 这个even hat这个指针呢 始终指向的是一个这个下标为偶数的节点 那么它始终保持着一个性质就是下这个even hat的指向的节点的next 肯定是这个排序下标为基数的节点 这样的话我们只要用这个ohat指向的节点的next指针 把这个next调整一下直接指向此时这个even hat的next的节点就可以实现我们这个 偶数节点整合在一起 基数节点整合在一起的这个功能了 大家看对外部的时候我们把这个ohat指向的节点1 它这里的这个箭头跨过来指向even hat的这个next节点 最后我们就形成了这种情况 大家看这里面的时候 这个原来这个偶数的下标节点呢 指向了下一个偶数的下标节点 原来基数的下标节点呢 指向了下一个的基数的坐标节点 同时呢 如果这时候我们把 这时候这个偶数节点已经形成了一个对列 此时呢 基数节点也形成了一个对列 我们此时候只要把偶数节点的最后一个节点的next指向这个基数节点对列的这个头指针的话 那么就能够实现我们前面所描述的 大家看就能够实现我们前面这里所描述的这个单向对列节点的基偶数排序了 也就是说这个对列的前半部分全都是原来处于偶数位的这个节点 那么后半部分呢的节点呢 全部都是来自对列的基数部分 基数下标所对应的这个节点所组成 OK这就是我们这一次算法需要实现的这个主要内容 那么我们看一下 我们的代码是如何实现这一个算法的 在我们的代码里面有两个文件 这个even only sort 是实现我们刚才所描述算法的这个主的这个原代码 大家看在这里面这个soul呢 就是实现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这个操作办法 大家看首先呢 这个even head先指向对列的头节点 因为对列的头节点它的下标是零 所以头节点肯定是这个链表中最早的一个偶数 偶数位的一个节点 这个ofhead呢指向这个ofhead next 那么这个ofhead一开始肯定是指向最早的这个下标为基数的对列节点 然后呢我们判断在这个even head next和这个ofhead next都不为空的时候 这一步呢大家看在这一步的时候我们把这个even head next指向ofhead next 然后把这个even head移到它的这个新的这个next指向下 next节点下 那么这一步呢实现的内容就是这一步 大家看这一步内容实现的就是这一步 ok实现的是这个 实现的是把这个箭头指向到这里来 我们再看第二步 第二步呢当这个even head next不为空的时候 我们就把这个我们就把这个ofhead next指向这个even head next 那么实现的是哪一步呢 实现的是这一步 大家看实现的是这一步 原来这个ofhead呢指向的是在这里面的 那么现在呢这个even head这个ofhead next呢 把这个箭头拉过来 指向下一个这个下标为基数位的这个节点 所以呢第二个判断呢 第二个if呢 这一个if的代码功能呢实现的就是这一步 把这一个这里的这个指针指向下一个 然后最后呢分别把这个 把这个even head和这个ofhead呢指向新的这个节点 然后再接下来再继续循环原来的操作 大家看在这个循环 在这个外里面持续的去循环 刚才我们所说的操作 那么做完了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even head这个 把这个 这个even head呢当做完了之后呢 这个even head呢 这个even head呢指向这个 指向的是所有这个偶下标节点 所形成对立新对列的这个尾节点 而这里这个no呢 大家看这里这个no节点呢 我们记录的是这个 这个下标为基数的这个节点的首节点 这样的话用这个所形成的这个偶数位的这个节点的 所节点对列的最后一个最后一个节点的next指向这个 激素激素下标为激素的所有节点形成对列的这个头节点 我们就能够把这个把新形成的这两个对列连接起来 大家看我们在这里面就用这个 假设是这个例子的话我们用这个no它的指是二的这个这里面这个指针呢 改指到这个把这里这个箭头反过来指向这个no1 这样的话我们就形成了 就是应对的就是这一个语句的这个动作 这样的话我们就形成了 我们就能够形成这个所有偶数节点合成一部分 所有激素节点合成第二部分的这样的一种功能 那么算法呢 这个目的我们就达到了 在我们的算法实现中呢 我们没有用new去分配新的内容 而我们也没有去更改节点内部的内容 也只是去更改这个节点的next指针 所以我们的这个算法实现呢 它的这个空间复杂度是o1 因为我们没有分配新的内存 然后我们的这个算法实现过程中 只是对这个对列进行了一次变利 一次循环变利 所以我们的算法复杂度是线性的 是这个on复杂度 ok 这就是我们代码的一个介绍 我们看一下主入口 主入口的话就是我们先创造一个这个 先构造一个这样的一个十个元素的对列 然后把这个对列 然后new一个这个既有排序的一个这个类的实例 对这个 然后再对这个对列进行节点的既有排序 最后我们再把这个排序后的对列结构给输出来 让我们运行起来给大家看一下 好运行了之后 大家看一下在这里面就是我们运行的结果 那看一下我们这个结果是跟我们这个图形绘制的是一样的 首先呢是02468 也就是所有偶数下标的这个节点 单独形成了一个对列放在新对列的前半部分 接下来是13579 这就意味着所有下标式基数的节点 组合成了一个新的对列 同时放在新对列的下半部分 那么跟我们这个图式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我们的代码正确的实现了我们的算法 成功的将这个单项链表 它根据它这个节点的所在下标的机偶性 进行了重新排序 排序的结果应该是正确的 OK这就是我们这一节的内容 大家拿到这个代码之后可以自己去尝试的自己去调试和修改一下 以便增加对这一节算法的理解 另外呢还是 还是 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下我的公众号 因为我会把所有的资料都集中在这个公众号里面去 那么关注这个公众号之后 大家可以及时的发现我相关的这个文档更新 那么得到相关的信息也更方便一些 OK这就是我们这一节的主要内容 谢谢大家来到Coding迪士尼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后续的课程 谢谢大家